手提袋里面装满了白米、素罐头、素泡面和饮料等食品 基隆慈云寺举办113年寒冬送暖活动 共准备了800份物资分送给中山区和安乐区的弱势民众 大家排队依序领取 对慈云寺的善行义举心中充满了感谢 我第一个就来了,8点多就来了 这个义工也帮忙弄,很好 慈云寺真的要爱心给大家,每年都很方便 谢谢大家 对,它的白米很好吃,又香,很好吃 还有罐头,还有什么泡面,都是素的,都很好 慈云寺主委说,秉持着观世音菩萨慈悲为怀的精神 发送寒冬送暖的物资 也感谢新川营造李吉川先生的爱心共襄盛举 一起来关怀弱势民众 希望大家能过个好年 我们慈云寺举办那个一年一度的寒冬送暖 里面的东西有那个 因为我们其实是完全是自俗了 泡面,吃着泡面,还有饮料 还有那个油,还有罐头,还有米 好几种,约有八百份送给这些比较需要的信众 我要感谢那个李吉川先生典离相知 因为我们观世音菩萨是慈悲为怀 所以感念这些比较清寒的人 他们很需要 所以每年都举办这个活动 我祝各位信众 因为是金融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平安喜乐 谢谢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在寒冷的冬天 慈云寺用实际的行动 关怀弱势民众 让整个社会充满温暖 也发挥力量 一起来营造基隆 成为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